新的學期開始 蘇州慈濟志工在禁思堂 舉辦助選新發放 這群孩子多數是 民工家庭的親愛學子 志工特別設計了 寓教娛樂的遊戲 建立環保觀念 垃圾袋裡面有害的垃圾 還有止血的垃圾 一次性的都分開放 然後分開放到別的垃圾桶裡 我回去後會小用塑料袋 就是除以垃圾也會盡量減少 然後就是看見垃圾也會經常去減 盡量維護我們的地球 我們可以分為 你看 錢建文是新虎學校的老師 他從去年5月開始 在班上帶動學生做分類 一年多來以略見成果 這次再透過助學金活動的取經 希望把環保全面落實校園 假如我們用心做的話 真的能帶動一部分 每個孩子就在跟在我們後面 他看著老師怎麼做 他們就怎麼做 所以他們還會回去帶動父母做 助學金頒發儀式 志工送上祝福 侯文斌盡大方地 要把這份愛再分享出去 我希望這個錢用來 捐給需要幫助的人 因為食物事國幫助我 我也要幫助別人 一份助學金不只是經濟上的援助 也在孩子心田種下心善的種子 帶來新聞 這是美志工 江蘇報導 仔細講堂